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对不起 没有空间 我们只有一些小型的空间 好 好 咱们真的要住在这儿吗 欧阳 就这张大床帮咱俩怎么睡啊 要不然咱们换个酒店吧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 我睡沙发你睡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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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大老爷们我睡床 你还别说啊 这个沙发还挺舒服 比我们家床舒服多了 我说你能别这样吗 你能别睡这儿吗 你让我睡床 你睡沙发这床是多丢人啊 我跟你保证 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 这不是告不告诉别人的事 你是不是二啊 这么大这么软正床 你不睡你非要睡这儿啊 我怎么了 你看看你 你都打一天比赛了 眼角还是受伤了 你懂不懂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养精蓄锐 保证睡眠 这样你才能报仇雪恨啊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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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轻松的 这么关心我 那我先去洗个澡 好 要不你先洗 我去洗澡了 我没拿洗澡了 就去洗澡了 我们勇hale 录復 我洗不洗澡 我跟她说什么呀 她洗不洗澡滚膜什么事 丽美娅 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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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咱们不都说好了吗 你坐沙发上干吗 大主啊 我已经决定了 我睡沙发你睡床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受伤了 还要参加比赛 你就非要让我睡床 好吗 我已经决定了 我明天跟你一起回过 你刚说什么 你为什么要跟我回过 你不继续参加比赛了吗 不比了 你怎么能不比了呢 不是说好了要找立同蠢熊 去复仇的吗 复仇的时候 你不再多没意思啊 万一我又受伤了 身边没人照顾 怎么办 欧阳 这场比赛你准备了很久 你千万不能因为我放弃比赛 要不然我会觉得很内疚的 你千万别内疚 相信我 赶紧睡吧 我去洗个澡 我肯定了 我肯定了